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的名字叫做Ethan 谢谢帮我introduce 今天第一次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 如果大家还不认识我的话 我跟刚刚那位带进拜的Felicia 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AI News爱报导 是一个新闻频道 还有一个频道叫做Project Hip Christian 颜值攻略 那这两个频道都是要来着重于 如何使用圣经的价值观 来看现在的社会 特别是美国这个国家 目前经历的事情 那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 2023年5月28号 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我们跟这个世界 分别为圣的日子 是我们得圣灵的日子 是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这一辈子 不再为了自己而活 而是把生命交给神 活出一个不是为了自我 而是为了神的国度的人生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第二章 一到十三节上面 五旬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请大家跟我一起念这一段经文 五旬节到了 他们都聚集在一起 忽然好像有一阵好响 强风吹过的响声 从天而来 充满了他们坐在里面的 整间屋子 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 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 用别种语言说出话来 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 有从天下各国来的 虔诚的犹太人 这声音一响 许多人都聚了来 人人都听见门徒讲出 听众个人本乡的话 就莫名其妙 他们又惊讶又惊奇 说你看这些说话的 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 他们讲我们从小 所用的本乡话呢 我们帕提亚人 马代人 以兰人 和住在美索布达米亚 犹太 加帕多加 本都 亚西亚 弗里加 庞菲利亚 埃及 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 一带地方的人 客居罗马的犹太人 和归信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人以及阿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 讲说神的大作为 众人还在惊讶迷惘的时候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 另有些人讥笑说 他们是给新酒灌醉了 就是从这里开始 奠定了我们的信仰 跟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信仰都不同 我们的信仰是由圣灵带领的 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 是从死里复活的神 是可以透过圣灵 跟我们直接沟通的一个神 接下来使徒行传里面 发生了很多事情 三到五章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蒋方言 彼得一病赶鬼 然后被瞧不起 被恐吓 被关监狱 还有最被这个世界的政府 扭曲的几段故事 这个事情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四十三到四十五节 这边上面写 使徒行了许多歧视神迹 众人就都害怕 所有的信的人都在一起 繁物公用 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 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 各位听得没有错 这一段就是最常被人拿来说 圣经也支持共产主义 圣经是共产主义的代表 基督徒应该要来支持共产主义的一段经文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国家 美国的未来 是跟圣经的价值观有绝对的关系的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上面说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这句话说得非常棒 现在很多基督徒认为说 律法不重要 很多跟神亲近的代导者会说 圣灵告诉我不用去教会 圣灵告诉我离婚没关系 圣灵告诉我儿孙自由儿孙福 把小孩的教育给学校就好 圣灵告诉我这个 圣灵告诉我那个 好像圣灵变成一个 没什么道德规范的一个神的代表 好像圣灵大于律法 今天我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活着一定要依靠律法 而且是神给了我们一个 创造完美世界 完美社会的律法 我们只要执行 我们只要传福音 而且传正确的福音 我们可以拯救我们的家庭 我们可以拯救我们的社区 我们可以拯救我们的州 我们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 律法最基本的功用 就是让人知罪 定义罪是什么 而且在真正的圣灵的光照下 悔改 在神的律法前面 认识神的标准 公义 审判 按照神的律法 来去面对罪 看待罪 对待罪 还有恨恶罪 单单细靠耶稣 以求罪得赦免 战胜罪恶 加拿大书三章二十四节 上面写 这样 律法成了我们启蒙的老师 领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得以 因性称义 如果没有律法 罪的定义 和神的审判 就无从谈起 悔改 信心 和称义 也无从谈起 不真正认识神的公义 和审判的话 就无法真正认识 神的慈爱 跟拯救 所谓的恩典 就很容易沦为 廉价的恩典 让罪人缺乏 对于神的敬畏 所谓的信徒 还有基督徒 很容易就变成 所谓的闲杂人等 混乱 误导 甚至操纵整个教会 甚至整个国家的败坏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美国的败坏 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现在还是有很多基督徒 还是有很多教会 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软弱 无能 没有道德 没有美德的一个国家 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今天的美国怎么了 这里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 各位身为基督徒 为什么会来到美国 就是因为知道 美国是建立在一个 非常基础的思想上面 一个经过了超过三千年的哲学思想 进化而成的思想 这个思想在西乃山被种下 经过了加利利的灌溉 经过了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家的修剪 经过了几百年政府的权力跟教会的权力拉扯 经过了理性思考还有对于圣经的研读 最终在美国的建国国父底下 写在了美国独立宣言以及美国的宣法上面 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基础 那这个思想很简单 就是人是由神的形象创造而成 这表示说我们有不可剥夺的神赐给我们的权利 而政府存在的必要就是要来保护神赐给我们的权利 而不是剥夺这些权利 而且我们必须要用神赐给我们这些自由 来去追求美德 追求良善 神跟法老说 放我的子民走 让他们到旷野去为我守其写起 美国对于这句话 从一开始就是植入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的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 在他第一次的就职演说上面说 因为根据自然界的构成和发展趋势 在美德以及幸福之间 责任以及利益之间 格首诚实宽厚的政策 与获得社会繁荣幸福的果硕之间 有着密不可分的统一 因为我们应该同样相信 上帝亲自规定了这永恒的秩序和权利法则 他绝不可能对无视这些法则的国家 慈祥地加以赞许 我们身为美国人 身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人权没有美德 就是会促成暴政 有美德却没有人权 就是会导致独裁 只有在公共的人权 以及私人的美德 有一个平衡之下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高举自由 而且有能力的去追求幸福 但是现在我们的美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半调子 我们被告知说我们的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个很好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们却同时被教导 我们没有责任要去追求美德 事实上就是现在美国的社会被告知说 追求美德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不该追求美德 美德是一个古老的习俗 美德是愚蠢的 美德是主观的 是排外的 是种族歧视的 是性别歧视 是性向歧视的 我们被告知这样 我们怎么可能跟随圣经的这个美德呢 怎么可能会有圣经的美德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呢 当我们的社会这么不公平 当我们社会贫富这么不均 有这么多种族歧视 人是不可能有美德的 所以说我们只要改变我们的政府 修改我们的政府 只要我们的社会公平了 均富了 美德就会自然产生出来了 只要世界平等了 只要有共产主义了 人就会变得跟变魔术一样 突然变成一个爱清洁 有礼貌 人人见得都喜爱的人了 而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只要把我们的自由 把我们的权利 全部都交给一个中央的极权的政府 然后政府会按照圣经里面的神做的事情一样 在五旬节发生的事情一样 按照个人需要的份 分给他们 他们天天同心的在店里 横切聚集 一家一家的弊饼 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 政府会充当神的角色 按照人的需要分配给他们 大家就可以存着欢乐 以及诚恳的心用饭了 我们不需要圣灵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律法 政府会给你新的权利 比神更好的权利 比神给的自由 还要更好的自由 人民不需要什么言论自由 政府会给你不被伤害的自由 不被冒犯的自由 政府会保护我们的感觉 与其生命的自由 政府会给我们 屠杀自己孩子的权利 与其创造财富 以及守护自己 创造出来财富的权利 政府会给你一个社会安全网 social security 你不需要认真工作 你也可以赚得跟医生 跟律师 跟会计师一样 然后当这个样子的事情 发生了之后 当所有的人都平等了之后 都捐赋了之后 人就会变成好人了 这个就是极权主义的思想 这些人认为说 圣经对人的要求太高了 圣经不应该这样子 要求人要有美德 基督教的思想 是让我们在痛苦里面学习 在挣扎里面成长 透过试炼 让我们变得更棒 变得更好 神要我们做到我们的最好 而且我们在个人层面 要执行美德 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以在 不甘与其他人的自由的情况下 自由地做自己 基督教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 当我们自由的时候 当我们拥有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有责任 我们有责任 要为了我们的自由负责 集体主义的想法 是完全相反的 他们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放弃 个人突破 个人追求 不需要在生活当中挣扎 我们只要把我们个人的权利 换成公众的安全 跟集体主义就好了 基督教抵抗的 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政府 就是这个样子的极权主义 从摩西开始 耶利米 以赛亚 所有的先知到耶稣 一直到建立美国的 华盛顿 杰弗逊 麦迪逊 一直都在抵抗 这个样子的政府 美国过去 这250年 为了抵抗这个样子的暴政 这样子的极权思想 流血 流汗 甚至牺牲生命 为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 可以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自由 摆脱极权政府 美国总统林肯 认为黑人也是人 也是神的形象 所以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为了这个神的形象 为了这些神的形象 打了一场内战 为的就是要让美国 可以维持神的形象 给所有人的信实 美国的军人的尸体 倒在诺曼地的海滩上面 为的就是要扩张 这个样子的承诺 给更多的人 给欧洲那些人 雷根总统 抵抗苏联的共产国际 宣扬这个美国价值 最终突破了柏林墙 终结了冷战 十年前的美国人 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打仗 试图要推翻穆斯林 利用他们的宗教信仰 形成了极权主义 这个样子强大而且有道德的美国 保护着日本 台湾 韩国 避免人造的政府 的侵略 美国当时成为了一个自由的明灯 一个打击极权政府 在地球上最有力的势力 我们需要知道一点是 就是 极权的主义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听起来是很动人的 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上面写的东西 会这么动人 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 试图要扭曲里面的内容 就是因为 听起来非常地吸引人 吸引人的重点非常简单 就是 极权思想会承诺 它会解决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不公平 所有的不公义 当极权主义的人 站在讲台上面 讲圣经使徒行传 循旋节的内容的时候 会断章取义地说 你们一定要服从共产主义 你们要变卖你的所有 你们要把你的钱全部弄出来 这样子世界就会变得平等 就会得到真正的公平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最常用的经节 合理化共产主义 甚至合理化杀人的经节 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五章 一到十一节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妻子萨菲拉 把田产卖了 他私底下把钱留了一部分 妻子也知道这件事 他把其余的一部分带来 放在使徒的脚前 彼得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使你欺骗圣灵 私底下把卖地的钱 留了一部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然卖了 所得的钱 不是由你做主吗 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 你这不是欺骗人 而是欺骗神 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 就扑倒断了气 所有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 有几个青年人来把他包好 抬出去埋了 大约三小时之后 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彼得问他 你告诉我 你们卖田地的钱 就是这么多吗 他说 是的 就是这么多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 串通试探主的灵呢 你看 买你丈夫的人的脚 已经到了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他立刻就扑倒在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青年人进来 发现他死了 把他也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体会众和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很害怕 他们用这样的经节来解释 政府重新分配私有财产 强制地夺取个人的自由跟财产 他们说圣经都这样说了 这个样子才叫公平 这个样子才叫有道德 他们说 有钱的人不应该这么有钱 他们会这么有钱 一定是因为他们诈欺了他们的员工 他们诈欺了所有人 在美国有百分之一的人 掌握着美国所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 这个绝对是不公平的 他们透过一本 他们从来没有读过的书 来欺骗基督徒说 共产主义是好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他答会这样 他们跟所有的人说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所以只要你把权力给他们 他们就会让这个世界变公平 这是一个道德层面的东西 他们滥用这段五旬节的经节 让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当然这是一个彻底的错误 道德的错误 均富并不代表这个世界不公平 财富不均并不代表 这个世界不公平 但是他们还是想要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这个世界的人很单纯 只要听起来有道德 很多人就愿意听了 错误的道德会对我们这么有用 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进到了我们的心里 没有进到我们的脑子里 我们只是情绪化去看这些东西 而不是有思考的去面对这些东西 到底是讲什么东西 他们在我们的面前 扭曲了我们的价值观 扭曲了正义 扭曲了公平 但是却很少的人会发现 有读圣经的基督徒 在乎的是怎么样翻转这个时代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变得更良善 但是对于圣经 没有任何了解的人 他们在乎的是怎么样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公平 所以今天我们要回来 读我们的实戒 这个一个文化价值观 不是没有定义的 好的文化并不是一个主观意识 事实上就是 整个西方的文化 是建立在一个非常深 非常有智慧的律法当中 远比肤浅的集体主义来的深渊 真正跟人类 可以有直接关系的价值观 是永恒的 是无法改变的 而且不是针对相关的观意识 而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 不是特定的文化的文明才有意义 因为律法全部都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最重要的是 这套律法 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 而不是特定的族群 这套价值观就是圣经的实戒 实戒的价值观 我们要回到这十条诫命 我们才会变成一群 有道德的人 有美德的人民 而且值得神给我们得到的自由 如果我们选择放弃神亲自给的诫命 我们就会回到一个集体主义的暴政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实戒 来了解一下现在的社会 圣经的实戒是怎么样看现在社会的 以及为什么实戒这么重要 还有为什么实戒是这个世界的基础 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不只是在那边说我们要翻转这个时代 翻转美国 而是这个实戒是唯一拯救我们的方法 而是我们唯一透过实戒可以认识圣灵的方法 圣灵叫我们做事 圣灵带领我们的方式 绝对是跟这实戒吻合的 相符的 任何脱离这十条诫命的灵 或者是声音 就都是邪恶的灵 首先是实戒的前沿 也是最有争议性的 但是也是最简单的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在犹太教是他们的实戒第一条诫命 字面上并没有告诫你要去做什么事情 但是却让你知道说 有一个被动的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 就是你必须把你从奴役之家中移开 你不能当政府的奴隶 你必须要活出一个比这个世界更高的道德标准 创世纪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依照神的形象造出来的 这表示说我们有神的荣耀 而且我们要选择自由 我们有责任要选择正确的 而不是错误的 选择真理而不是虚假 选择生命而不是死亡 我们的责任是对于神的 因为神带领我们得到自由 让我们脱离奴役的不是我们的政府 不是摩西 不是我们的父母 不是我们的老师 我许这两千多年 犹太教跟基督徒一直不断战斗的核心 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 所以我们选择神高过于我们选择这个世界 跟这个世界的政府 如果你迫害我们的话 如果你迫害我们对于神的忠诚的话 如果你一定要逼迫我们 一定要跟你的政府下跪 然后拜你的神的话 我们会尽我们全身的力气 我们的人生来去抵抗你 因为是神带领我们脱离奴役制度的 我们的生命不属于任何的政府 就跟耶稣说的一样 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 现在我们的政府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背叛我们的神 政府应该用政府的力量 用警察来让基督徒就范 应该要逼着基督徒的蛋糕师傅 去帮同信店的这个婚礼做蛋糕 要逼着教会 因为COVID-19新冠肺炎全部关闭 逼着人在疫情当中 没办法去看自己的 即将要死去的爷爷或奶奶 他们可以逼着犹太教的医生 犹太教徒的医生 一定要去执行堕胎手术 政府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孩子不属于我们的 是属于LGBT的 政府要逼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接受同性恋 接受变性人 如果父母反对这个的话 就是在压迫小孩 所以政府要把小孩拿走 这个世界的政府认为 他们有权利去逼迫人民 去做任何的事 但是我们的圣经 还有世界的前言告诉我们说 No 你们没有资格 我是基督徒 是神带领我离开的奴役之家 你们没有资格逼我们 去做任何事情 这个也是美国人权法案的第一项 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自由 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 出版自由 而为了要保护这个自由 美国的建国国父 让我们有了宪法第二修正案 因为美国的国父知道 建国国父知道 我们有权利要保护自己 不管是面对暴政 还是越权的政府 很多人会问说 这个世界的第一届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很多人会认为说 就是基督教神 怎么这么小气啊 为什么基督教的神 这么不理性 为什么其他的神 都可以跟其他的神 和平共处 过得好好的 为什么就你们基督教的神 不准有其他的信仰存在 因为 这是带给这个世界 平等唯一的指标 只有一个神 就代表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 所有的种族 都是平等的 每个文化都有优越感 每个文化都有想要 瞧不起其他文化的冲动 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全部的人都是平等的 不可以瞧不起任何人 不可以用种族 性别 性相来归类人 只有一个神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所有的人 都必须要服从一套律法 如果有别的神的话 那些人就可以说 是我的神 叫我这样做的啊 伊斯兰教的神 说穆斯林 是可以杀死异教徒的 有数会跟他们 穆斯林说话 他们是可以杀死犹太人的 佛教的神 告诉你说 你这辈子做坏事 没关系 下辈子再还就好 下辈子再还别人就OK了 撒旦教的神告诉你说 你不需要有道德 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只要享乐就好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我们的政府 想要当我们的神 因为当我们的神 就可以为我们制定善恶 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这个世界不需要公平 我们要崇拜我们的肤色 Stop Asian hate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可以叫白人 跟我们低头下跪 因为他们是没有道德的 他们曾经拥有奴隶 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当神 我们可以把习近平当神 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当神 台湾人的话 他们可以把蔡英文当神 他们可以把民主当神 让他们来断定我们的善恶 让他们 让政府来帮我们 建造一个平等的社会 神说 我们不能这么做 这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个神 只有一套法律 只有他才可以定义善恶 只有他的话才是有能力的 十戒第二条界面也非常重要 就是 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 也不可以做天上的 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式形象 也不可跪拜他们 也不可侍奉他们 因为我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恶我的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从父亲到儿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施慈爱 直到千代 我们每一个人 脑子里想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神 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 我们常常被告知说 我们不用想太多 甚至有教会告诉我们说 不用担心 凡事都可行 但是不一定有益处 父母会告诉孩子说 有好奇心很好啊 都去尝试看看嘛 对不对 青春不留牌 那边有什么party你就去 喝酒你就去 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政府层面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相信专家 我们要相信教授 我们要完全顺服 在上掌权的人 来解决我们人生 所有的问题 我们每次被告知说 美国只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只要放弃我们的权力 把我们能自制的能力 给政府 政府就会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就像所有的这些异教一样 我们只要限制一只羊 限制一只牛 就不会刮台风了 就会丰盛 就会收割了 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 我们要崇拜我们的性别 我们要崇拜我们的性向 我们要崇拜我们自己 我们要崇拜我们自己的种族 而且他们是我们的神 政府是我们的神 政府会让我们 有自由地敬拜自己 可其他不是神的东西 但是神不是这个样子说的 神说 我们不可以敬拜这些贵族 不可以跟他们下跪 更不可以侍奉他们 而且当我们的领导走歪的时候 我们有义务要叫他们回到正途 我们要用我们的声音 我们要用我们的选票 来维持这个国家的正直 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完全服从 完全顺服政府 因为如果我们完全顺服政府的话 政府就是我们的神了 而我们就只是政府的奴隶而已 当政府犯罪的时候 就像圣经里面 大卫犯罪的时候一样 我们不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认为说在上掌权的人 绝对不会犯错 或者说这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对不对 在上掌权谁当官不贪污的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像拿单一样 把政府的错误指出来 当我们的掌权者 他们该做的事情 就是应该要认罪 悔改 当我们的领导犯罪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他们说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话 行他看为恶的行事呢 而我们的领导 也应该要跟大卫一样 认罪 悔改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认罪 悔改一样 领导也是人 领导也应该要遵守神的诫命 不管领导是什么 或许是牧师 教会 国会议员 甚至连总统都一样 我们不能敬拜任何的偶像 十节第三届 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无罪 这个不是在讲说 我们不能说 Oh my God 我们的神很伟大 他会原谅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不应该这么做 这个诫命是在讲说 我们不能扭曲神的话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梦想 还有政治目的 基督徒不能乱用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所以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 来合理化堕胎 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 就是在扭曲神的话 我们不能使用生命纪十六章二十节 说你要追求公正公益 好使你能存活 并且能承受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地做产业 或者是滥用罗马书十三章 来合理化现在的同婚 同性婚姻 然后完全忽略立位纪里面 针对同性性行为里面的指责 我们更不能使用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最后面 来合理化政府强制分配 私有财产的分配 而忽略立位纪十九章十五节 你们审判的时候 不可行不义 不可偏袒穷人 也不可帮有权势的人 只要按着公益审判你们的灵舍 这里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对于神的公益 神的律法 我们不可以偏袒穷人 也不可以偏袒有权有势的人 对着圣经断章取义 而且完全忽略那些不方便的经节 就是在滥用圣经 代表说你是个虚假 而且不诚实的人 十节第四节告诉我们说 要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工作 但七日是耶和华 你的神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你的仆悲和牲畜 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 不可做任何的工 因为耶和华在六日内 照天地海及其中万物 第七日就歇息了 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 定为圣日 这一节证明说 你不是奴仆的一节 奴隶是没有周末的 奴隶的人生 是属于他们的主人的 奴隶是不能放假的 安息日代表说 我们的时间 不属于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 我们的时间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每七天 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政府 跟我们的老板说 抱歉 我今天放假 因为神说的 集体主义的人认为说 我们的劳力 不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不该为自己工作 我们为自己工作 为自己赚钱 就是自私的 在一个极权的政府里面 是一个叛逆的行为 是应该被口诛笔伐的行为 我们应该要 无条件的工作 无产阶级站起来 起来土法炼钢 起来感应超美 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你的车子不该属于你的 OK 你如果开汽油车的话 他们现在要把你的汽油车禁掉 你应该要开电车 要做大众交通 OK 你的房子不该属于你的 你应该要付地价税 来缴钱给洗脑你孩子的高中 让他们 如果你没有付的话 政府就有权利 把你的房子拿走 你的劳动力不该属于你的 你的公司不该属于你的 你不该赚这么多钱 你应该要把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全部都花在绿能 就地球上面 你应该要努力地工作 因为这个是国家给你的生活 国家是你的造物主 没有国哪有家 他们用这个样子的方法 来告诉你说 你们应该要服从国家 要为了国家而活 了解 我们的时间是属于神的 是抵抗暴政的第一步 十节第五节告诉我们 要孝敬父母 使你在耶和华 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得享长寿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诫命 所有的政府都认为 家庭是一个进步的绊脚石 如果没有家多好 如果人不是为了 自己的家庭工作 而是为了国家工作的话 进步会有多快 极权主义的国家 想要直接奴役所有的人 所以他们想要破坏家庭 他们要孩子自愿地放弃 父母帮他们取的名字 改变他们自己的性别 说这是进步 这是自由 他们洗脑现在的孩子 接受LGBTQ 这些变性人 同性恋的议程 说这代表多元 这代表接纳 马克思主义 说要摧毁家庭 制度是有原因的 他认为说 家庭是一个资本主义 自私的制度 如果人为了自己的家庭努力 累积财富 就是在破坏社会整体的资源 他在共产主义宣言上面说 要摧毁家庭 但你会指控我们摧毁了 最虚伪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用公立学校取代家庭教育 现在大家都上公立学校 没有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孩子 所有的极权政府都想要摧毁家庭 让每一个家庭的孩子 起来自己推翻自己的父母 希特勒 让德国的孩子出来做希特勒青年 不是没有原因的 斯达林 让俄罗斯的孩子出来去做先行者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的孩子 从小 从少先队 到共青团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让孩子出来 抵制自己的父母 就是要摧毁家庭的制度 1932年的时候 苏联逮捕了一名父亲 那位父亲哭着 在这个审判桌上面说 是我啊 我是你父亲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的孩子回答说 没错 这人的确曾经是我的父亲 但是我现在不承认 他是我的父亲了 我现在身份也不是一个儿子 而是一个斯达林的先行者 这个故事 斯达林到处宣扬 说这才是一个 好的苏联公民的行为 摧毁家庭 是建立一个 极权主义的国家的必要条件 孝敬父母同时也表示 我们要跟父母学习 父母的信仰 父母的传统 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智慧 我们的先人 或许有犯很多错误 但是他们的错误 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错误 这个样子 我们才不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美国建国国父 知道这些历史的重要性 所以美国独立 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属神的政府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样子看见 这就是为什么 旅美的法国作家Edmund Burke 会说 法国大革命 就是一场没有任何良善的悲剧 废除了千年建立的文化跟习俗 他们说的自由不是自由 他们的科学是扭曲而且无知的 他们的人性是卑贱而且暴力的 Edmund Burke说的是对的 我们的父母或许会犯错 或许曾经犯过错 但是如果说我们完全忽略历史 完全无视过去 我们就没办法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学习 我们也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造成的可能就是大屠杀 和大量的不公益 世界第六届 不可杀人 这个应该没什么争议性吧 应该没什么好讨论的吧 不管是不是基督徒 不管是不是有信仰 都应该要认同说 杀人是不好的吧 应该不开杀人 对不对 很不幸的就是 很少人相信这一点 在极权主义的这个制度下面 人命是一文不值的 他们在意的是社会正义 而不是正义 正义代表说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负责 如果说一个人犯了罪 他就必须要为了他犯的罪 而付出责任 社会正义是在说 你的人命 对于整体的社会来讲 其实是不重要的 如果要做一个蛋饼 然后需要打破几颗蛋的话 你的蛋被打破也没关系 也是应该的 集体主义在乎的不是过程 不是手法 而是结果 当我们把人当成是 可以使用来达到目的的棋子的时候 谋杀就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情 在历史上是不断发生的 在北韩每个人的家里 摆着金家三代的照片 如果发生火灾的话 那家人放弃生命 也要保存那三张照片 如果火灾把这个房子烧了 你们一家人 很幸运地活下来 但是里面的照片不在的话 你是要被枪毙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死了七千万的中国人 要来破四旧 立四星 中国人的人命 是应该的 必须的 为了共产主义牺牲 在美国 从1960年代开始 无条件地堕胎 现在已经屠杀了六千万的婴儿 为什么 因为这代表女人的自由 女人的身体的自主性 当人可以再上掌权 而且伤害其他人的时候 让其他人痛苦 甚至杀死其他人的时候 就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在痛苦求饶的时候 当你在那边 我好可怜 你为什么这样子跟我讲话 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迫害我的时候 警察会告诉你 我只是在执行我的工作而已 我只是在执行法律而已 人对于权力的渴望 会完全抹去别人的痛苦 人不会对于谋杀 有任何的反对 除非他被告知 他要对每一条 他杀的人命负责 在美国 我们是怎样跟我们的女人说的 我们跟我们的女人说 女人们 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杀人都可以 杀死你的孩子都可以 你有权利享受性爱 你有权利 你有自由享受滥交 如果不小心产生了生命的话 你可以为了你的自由 为了你自己的事业 为了你的未来 杀死你的孩子 你不需要为了你的孩子负责 就算你想要孩子 但是你的孩子 不信基因突变 是个唐氏症的宝宝 你可以杀死他 他们是不需要存在的 他们的存在 是世界的累赘 没有人爱他们 他们就跟 二战的时候的犹太人 跟苏联的资本家 跟现在中国的回教徒 跟维吾尔族人一样 在美国 就跟基督徒一样 今年四月的时候 田纳西州 有位变性人 持枪进入了基督教的小学 杀了三个小孩 跟三个大人 我们的新闻媒体报导的是 为什么基督徒 要逼这些变性人 逼到他们杀人 然后为什么枪支这么泛滥 当我们孤视 个人责任的时候 把人类的邪恶 嫁祸给枪支 或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 谋杀就会被合理化 十阶第七阶告诉我们 不可兼引 这个应该跟上一个一样 没什么争议性吧 对不对 很抱歉也不是 这个阶命告诉我们说 我们身为人 我们是神的形象 我们有能力 要来控制我们的欲望 而且我们有义务 要来控制我们的本能 但是这却是集体主义 这些人最不能接受的 他们不能接受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可以对彼此立下一个约定 来组成一个家庭 刚刚也说到 集体主义是不能接受家庭的 家庭对他们来说 就是产生自私的根源 就是政府最大的威胁 他们知道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本能 而且当儿女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会改变我们的人生 他们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要负责的 就不只是我们自己了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付出 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而是为了家庭的利益 我现在有两个女儿 他们两个让我成为了更好的人 当我们让我们的儿女 帮助自己成长的时候 他们就会让你变成更好的人 变得更信实 更守承诺 更有责任感的人 不可兼引这个诫命 还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承诺 放在我们的欲望之上 这让很多人很反感 绝大多数的人离开教会 就是因为这个 而且这跟集体主义 是完全背道而行的 他们认为说 你要放弃你的人权 换取一个安逸的生活 你不需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只要把控制 你自己的人心的权利 送给政府 你就不用控制你自己了 你只要把性爱的权利 结婚的神圣 承诺的本质 送给政府 他们就会跟台湾 跟美国的政府一样 给你免费的保险套 免费的堕胎 免费的儿童性教育 让你可以跟你同性的人结婚 让你可以变成男的 或是变成女的 让你可以随时 无顾虑地享受性爱 但是神 透过这个诫命 告诉我们的却是 你要控制你自己 遵守你的承诺 这个样子 你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 更自由的 更完美的神的儿女 第八个阶宾告诉我们说 不可偷盗 这个应该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吧 应该没有任何争议性吧 但是很抱歉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个人主义最需要养类的就是 我们尊重彼此的人权 圣经在上面讲得非常清楚 不可以以社会正义的方式来合理化偷盗 铁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写得非常清楚 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在基督教教导里面 做善事 奉献是必须的 是必要的 但是偷窃 强盗 却是被禁止的 合法的偷窃也是偷窃 如果今天我跟你 还有比尔盖茨在一个房间 我们透过民主的投票 说我们三个人 应该要评分比尔盖茨的财产 这个是民主出来的 代表公平 代表平等 这其实只代表说 我还是个小偷 我还是个强盗 违反了圣经的第八个诫命 只因为我们 透过民主创造出来了一个无耻的法律 并不代表神会接受我们的行为 透过税收来促成所有财产重新分配 也是偷盗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代表现在美国的制度 社会安全号码 Social Security 其实是偷盗 全民健保 其实是偷盗 地价税 其实是偷盗 现在加州的政府 要强制加州的人民 要赔款给黑人 也是偷盗 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 使用美国的资源 也是偷盗 偷盗不只是 我去偷了一个人的钱 偷盗还包括 我聚集了一堆人 我聚集了一堆人 立法 使用政府的力量 合法地来偷取别人的钱 世界第九个诫命告诉我们说 不可做假见证 公害你的邻居 邻舍 这个是我们最常犯的一条诫命 我们常常愿意指控其他人 他们好恶心啊 他们心术不振 只因为 他跟我们的观点不同 他跟我们的立场不同 我们就以华人 最厌恶 但是又最不在乎的议题来讨论 枪支 你可以支持 有更多枪支管理 你也可以反对 有任何的枪支管理 但是我们最爱说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你支持枪支的话 你如果支持持枪权的话 就表示你不在乎学校的枪击案 你不在乎小孩的死活 你不在乎人命 你为了什么自由 宁愿看着小孩 一个一个一个的被枪打死 这个不是真的 是在做假见证 华人的群体里面也是一样 他是台湾人就怎样怎样 他是大陆人就怎样怎样 他是国民党就怎样 他是民进党就怎样 互相骂 全部都是互相抹黑 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 灵恩派什么什么什么 福音派怎样怎样 天主教怎样怎样 他们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些人都是被集体主义利用的 他们对于人来讲只分成两种 一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或是阻止议程的障碍 所以说做假见证来达到你的政治目的 甚至达到你的教会目的 都是合情合理的 现在的人会认为说 别人跟我的观点不同 绝对因为他是个坏人 不是因为他的价值观不同 或是他的角度不同 或是他在乎的东西跟我不一样 我们有太多的人 为了达到政治的目的 不择手段 不管是社会上的政治 还是教会内部的政治 所有东西全部都变成人身攻击 观点不同变成了人格贬低 只要我们不悔改 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国家 更不可能有一个合一的教会 最后 不可贪爱你的邻社的房屋 不可贪爱你邻社的妻子 福贝 牛驴和他的任何东西 很多人会认为说 这个是在禁止我们做什么的 但其实不是的 这个诫命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身为人 身为神的形象 我们有能力 去获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这个诫命是在鼓励我们工作 鼓励我们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生活的 把自己的生命当中创造可能 我们不是一个受害者 我们的邻社 我们的邻居做得到 买得到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也可以买得到 我们不用去贪婪 贪婪是被圣经禁止的 如果我们做不到 我们邻居做的 我们买不起 我们邻居买的 不代表说我们可以认为说 邻居的东西应该是属于我的 我们的邻社 可以买得起特斯拉 我可以很羡慕 他有一台特斯拉 而且我很努力的工作 也去买一台特斯拉 但是我不可以要我 邻社的那台特斯拉 一个自由的市场 自由的社会 自由的国家 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去追逐 我们想要的 让我们可以自由地 创造自己的财富 跟属于自己的人生 让我们有机会 去过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人生 但是我们没有资格 去想要别人的东西 然后去剥夺别人的成功 集体主义试图要终结一切的贪婪 他们限制人可以成功的可能 只要他们可以搜刮所有的财富 平均分给所有的人 这样就不会有贪婪啦 这样就不会羡慕了 这样子是完全忽略人性的 而且是一个拒绝神 拒绝自由 拒绝真理的思想 而且用共产主义来解释 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 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 恒切聚集 一家一家的弊饼 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犯 用共产主义来解释 这样的这段经节 是绝对是错误的 现在很多的人说 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 刚好就是以色列出外籍 五十天之后 然后五旬节 刚好是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 所以领受实践跟领受圣灵的日子是一样的 是不是真的 很多圣经的专家研究的比我多还多 他们说 有可能是 有的说没有直接的关联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要知道的东西就是 律法是刻在我们心中的 我们有律法才可以得自由 我们得到自由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神给了我们实践 要我们知道如何的来维持这个自由 神在五旬节的时候赐给我们圣灵 就是要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灵来了解律法 因为没有律法就不可能有爱 没有爱就不可能成就律法 美国现在正在挣扎 各式各样的挣扎 但是现在美国最缺乏的 就是美国失去了灵魂 我们变成了一堆乌合之众 我们没办法彼此沟通 在教会里面天天讲合一 他们讲合一的方式就是 我们不要讨论这个 我们不要讨论那个 我们不要讨论政治 我们不要讨论时事 我们什么都不要讨论 在公众场合的时候 我们不要讨论教会 不要讨论宗教 就连在家庭聚餐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要讲 因为这样讲的话会让别人生气 我们会这么样对待彼此 这么容易对彼此生气 现在连教会都什么都不敢说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的共同价值观被毁灭了 美国在建国的时候的远见 美国的共同目标的价值观不见了 一个建立在实界上 崇尚个人美德跟道德不见了 政府存在的目的 原本是应该要保护我们 让我们不要彼此伤害 神给实界跟圣灵 应该要是要活在我们里面 做个善良的人 所以政府就不用介入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遵守实界 政府其实连存在的必要都没有 我们原本应该是弟兄姐妹 朋友跟家人 当我们失去实界之后 当我们失去圣灵的话 我们就会被政府或者是党 分类成受害者跟加害者 有权有势的人跟被压迫的穷人 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该这样活 我们应该要得圣灵 彼此帮助 彼此关爱 我们不是敌人 我们是一个群体 我们是基督徒 在圣灵的火中洗礼被建造 透过石板上的石界聚集而成 一套可以追溯到伊甸园的价值观 石道创造完美世界的 来自神的跟圣灵的律法 美国会堕落 美国在挣扎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国家过了两百多年后 我们以为我们比神的律法更高级了 我们以为我们比建立这个国家的建国国父 更懂哲学 更聪明 我们以为圣灵跟我们说话 说我们可以抹去神的律法 我们以为 我们比神还要聪明 我们开始推翻传统 推翻我们的信仰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重新创造这个世界 以及我们的价值观 以我们的价值观 以我们的欲望 以我们的思想为主 重新来创造一个世界 我们的牧师警告我们 教会不要讨论这些东西 这都是政治 政教分离 却没有看到 世界上面这每一个东西 没有一项是政治 全部都是信仰 全部都是根基 我们重新定义了圣经 重新定义了世界 所以今年的五旬节 我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认罪悔改 一起悔改归向神 政府不是我们的掌权者 不管是美国的政府 还是中国的政府 还是台湾的政府 我们要的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 而是基督的文化跟价值观 而且只有我们透过认罪悔改 才可以回到这个价值观里面 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以得圣灵 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以 直到各方土地上 所有的居民 均宣告自由 这句话是刻在美国建国的时候的 自由中上面的经文 我们唯一跟圣灵一起同工的方式 就是依靠圣灵一起活出 这十条神给我们的诫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